西乡龙圣潜居到了严美大道 生下的长子却取名橘次郎 难道真有一个太郎存在吗 我们总说京都古色古香 但你可知道现在看到的京都 已是被烧毁将近三分之二之后的样貌吗 版本龙马和西乡龙圣 这两个木末的豪杰 又是如何产生了交集呢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龚头坚 本系列上一集我们讲到 日本明治元勋西乡龙圣 在台湾南方澳留下私生子的传说 果然大家对这一类乡野传奇 是非常有兴趣 也有不少人留言 说他的儿子西乡菊次郎 曾经当过宜兰的厅长 也就是县长 还留有纪念碑 这我当然知道啊 这系列原本就打算要讲 整个西乡家族和台湾的渊源 尽量努力在三集之内讲完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关于加入会员的费用跟细节呢 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开启了会员的功能 那你点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一些内容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公投 鼓励我去做更多更多元的 这些影片的内容 我也现在这边感谢大家 上期讲到在主公岛金骑兵过世之后呢 西乡顿师倚靠 又遇到大佬仅一直比发起安政大狱的诊处 而主张攘怡的月照大师流亡到萨摩 原本西乡打算与他同生共死 但却是命不该绝被救上来 但这时他已被樊中视为麻烦人物 面对幕府的通气 索性干脆就假装他已经头海身亡 不仅将他与月照大师立了墓碑 而且改名为菊池原吾之后呢 被暗地送到严美大岛 阿玛米欧欧島去潜居 关于他这个画名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西乡家源自肥后国 也就是雄本的菊池氏 所以菊池原吾就表示 吾乃是源自菊池氏的意思 此时已是1859年 黑船来航之后的第六年 西乡32岁 以前我的印象总是觉得 这次他就算是被流放 但其实不是 应该算是樊将他隐藏 或者是保护起来 而且由于他的乡中邻里 儿时至交大九宝正柱 此时也在樊内展露头角 担任要职 多少也是有所帮助 而这位正柱 当然就是日后和西乡龙胜 以及幕府孝芸 并列维辛三杰的大九宝利通 有机会我也会单独为他来做影片来讲解 在这里必须补充一段历史 大家知道 古早琉球包含北方和南方的群岛 是独立的王国 有三三时代 还有上士王朝等等 也接受明帝国的册封 成为反属国 但是早在1609年 就发生了 或者直接称为 萨摩的岛金家 为了想要掌控海上贸易的丰厚利益 派出了3000名士兵 80多艘船舰 一路从严美大岛 德之岛到琉球本岛 迫使琉球王国臣服 而且还将当时的上宁王 请去了本州 紧见德川家康 以及将军德川秀宗 并且由家康亲口赐予萨摩作为领地 自此就成为萨摩的势力范围 之前我们讲大和剧看历史那集 也曾经提到 《琉球之风》这部戏 就是关于这段历史故事 至于有人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明帝国不出兵呢 这可能就要另外再谈 否则西乡真的说不完 无论如何 正因为有了这些群岛的掌控权 萨伯凡似乎很喜欢把人 就流放到各个岛上去 西乡在严美大岛上 从32到35岁 和当地人一起生活 同时也有了一位岛妻艾佳娜 会有另一个说法叫做 先后生下一子一女 用化名菊池圆吾的菊字 分别取名为菊次郎 菊次郎 以及菊草 菊草 好来大家有兴趣的来了 为什么这个男孩 明明是西乡的长子 却要取名为菊次郎呢 上集我们讲到 关于他年轻的时候 来到台湾南方澳 有了私生子的传闻 相信的人就信誓旦旦的说 哦那个才是太郎 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日本也曾经引起讨论 作家陈岛明艳 就做过多方面的考证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艾佳娜毕竟是早期 他没有正式的名分 也不能前往萨摩 尽管此时 西乡已经和萨摩的先妻 虚贺离婚 但是未来可能还有正式 必须把继承家都的位置 留给嫡长子 所以才取名为菊次郎 而这个说法也被大和聚 西乡殿所采用 这位西乡菊次郎 之后我们还会讲到他 此处就先表过不提吧 接下来我要快转了 但在快转之前呢 必须先交代此时 萨摩凡的政治情势 在西乡秘密前往 延美大岛那一年 翻云覆雨的老凡公 岛金齐星终于再见了 此时呢 是由骑兵生前指定的 岛金中义担任凡主 但是中义的生父 也就是骑兵的义母帝 岛金九光 这自命为国父 也就是萨摩国之父的意思 积极地想要参与幕府的政事 等于是岛金中义负责反政 而岛金九光则是负责外交 根据一般的通说呢 九光才能相对的平庸 但是又仰慕他已故的大哥齐兵 一心想要学习他 推动幕末的局势发展 而此时大佬锦衣执毙已经被暗杀 安政大狱结束 当初受到迫害的一桥派 例如像一桥庆喜或者松平春月 都回归位居幕府的高位 辅佐年轻的将军得穿家帽 然而由于安政大狱所引发的各凡志士 或者浪世的天诛 暗杀举兵等等的行动 也是层出不穷暗潮汹涌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大九宝利通极力建议九光 把西乡从严美大岛叫回来 以他过去辅佐骑兵的丰富经验 来应对复杂的情势 于是35岁的西乡离开七儿 重返萨摩 但他毕竟是骑兵一手拉拔的人才 对于东师孝平的九光 心底其实是相当的轻蔑 而且我认为这其中 还有一个深沉的原因 就是西乡怀疑 骑兵是被九光的母亲 游罗下诅咒或者毒害 总之岛金九光和西乡龙胜 是相当的不对盘 而居中协调的大九宝 想必也十分伤脑筋 结果才从严美大岛回来不久 化名为大岛山又兵位的西乡 却又因为违背了九光的命令 失智离开下关前往京都福建 要去劝阻包括他的二弟西乡姓吴 以及表弟大三迷住在内的过激派凡事 不可轻举妄动 反而被告发说是去山洞举兵 岛金九光大怒 派人去把西乡抓起来 再度外放到德之岛 以及更远的冲涌梁布岛 如果说上次是为了保护他 那这一次就真的是以罪人的身份来流放 冲涌梁布简直都快到琉球本岛了 而且是被监禁在户外的牢笼 风吹雨打 即使西乡身强体健也受不了 还因为卫生条件太差 感染了阴囊肿大的橡皮病 此后终身未遇 以前台湾有一部电影叫做 《美暖头家,没两头家》 就是在讲这个病 后来岛上居民取得代官的允许 将他移到自行搭建的新牢房 并且悉心照料 健康才慢慢获得恢复 西乡在冲涌梁布岛 一待又是一年九个月 在这段期间 日本本土的局势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萨摩凡事自乡残杀的四田屋骚洞 长洲的骑兵队 还有幕府的新选组等等陆续成立 而因为生败事件而引起的萨英战争 八一八政变 七清落难等等 一些我在研究木墨历史时 已经很熟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期间 主张尊王攘怡的长洲凡和幕府之间的情势 也十分的紧绷 于是大酒保和萨摩的另一名能臣小松带刀 再度向岛金九光求情请愿 赦免西乡 而正当用人之际 无论九光如何讨厌他也不得不答应 因而就派遣他的二弟姓吴 现在已经改名为西乡从道等人 搭乘蒸汽快船蝴蝶丸 前往冲永良部岛接回他的大哥 尽管繁命十万火急 但是途中从道还是特意停靠了严美大岛 将艾加纳接上船 而那也是西乡龙圣和岛妻艾加纳最后一次的相见 回到萨摩的西乡 此时已经37岁 他在鹿尔岛参拜了昔日主公骑兵之墓 历经流放到外岛 总计五年 又九死一生的经历 心中似乎也默默确立了 敬天爱人的志向 然后马上又被派遣乘船前往京都 并且被任命为 军复役 也就是萨军的司令官 可见当时局势有多么紧迫 然而作为军人的西乡龙圣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真正登上了默默的历史舞台 开始展露头角 长周凡在此时 由已故的吉田松茵的弟子兼媚婿 九板玄瑞 以及吉禁派的来岛右兵卫等人 率兵大举进京 意图霞天子以令诸侯迫使幕府攘夷 竟然炮击京都御所 而幕府方面也动员了惠金 萨摩等凡的精兵来防守 西乡在此战中 虽是初次担任战场的指挥官 但他调度有方 而且萨军历经从岛金骑兵以来的 西洋化的改革 无论是武器或者战术 都是近代化的标准 可以说是当时全日本最精锐的军队之一 因此成功抵御 并且击退长洲军的攻势 由于主战场是在御所的 哈域门之外 这场战役又被称为 哈域门之变或者进门之变 而至今门上仍残留着当初的弹痕 尽管实际的战役 仅仅一日就分出了胜负而结束 但长洲军退兵的时候 放火烧了繁底 火势失去控制 加上风势助燃 大火延烧数日 从京都御苑西侧往南一路的延烧 近三分之二的京都 富之一炬 其实每次提到进门之变 虽然我个人在情感上 是比较倾向于倒幕派 但对于长洲发起这场无谋的战役 想起来就觉得很痛心 因为有无数的丁家 寺庙等等历史建筑 都在此意中焚毁 若非如此 京都今天可能有更多的风情 而事实上后来明治天皇 寻幸江户之后就不回来 定居东京 也是因为当时京都太多地方 已经成了废墟 当然撇开这些不谈 西乡在此意中 虽然腿部中枪 内心也有许多的酸楚 却也一战成名 成为同时守护天皇 以及幕府权威两方最大的功臣 随即又被任命为 征长军 也就是征发长洲军的参谋 由于征长总督 德川庆圣仅仅是象征的挂名 西乡等于是实际上 幕府方联军的总指挥 以当时情势来说 真是非常不凡的际遇 听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好奇 那你不是最喜欢讲龙马吗 怎么本集讲到这里 都还没有见到他登场呢 事实上在这段期间 版本龙马正在协助他的恩师 圣海州成立神户海军操练所 募集许多各凡的志士以及浪士 努力学习航海知识 但他也感受到其中许多激进派的不满 日益升高 总有一天要出事 果然 经历了池田屋事件和进门之变之后 由于操练所的成员参与其中 而被幕府下令关闭 然而圣海州在被罢免之前 曾经以军舰奉行的身份 建议西乡不要对长洲采取强硬手段 也被西乡谨记在心 因此在前后两次的长洲征伐中 都尽量避免正面开战 而是对长洲宽大处理 而这些过程的种种细节 都是让原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 萨摩跟长洲 日后竟能私下结为 萨长同盟 共同对抗幕府的关键因素 而也因为这层关系 在圣海州被罢免 海军操练所解散 龙马带着一群伙伴 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 由萨摩凡出面保护 后来还出之成立归山射中 自此 幕末的天下豪杰终于走到了一起 如果我们来深入揣摩当时西乡的心境 他从一届外岛的流民 因缘际会的成了幕府一方的军队指挥官 而他仰慕的主公岛金骑兵 当初所力挺的一桥庆喜 也掌握了幕府的实权 后来甚至如愿的成为将军 按理说 西乡此时应该要感到欣慰才对 但从他三十岁起的人生经历 包括失去了许多朋友 同志 乃至于自己被流放 甚至身患顾及 背后其实都有幕府的阴影 这些大佬或版主高高在上 未曾真正愿意倾听 志士们的理想跟心声 而只要有可能影响到威权统治 就除之而后快 像西乡这样一个有着宽阔的胸怀 又是曾与基层百姓跟外岛居民生活过的人 当有了自己的思想跟理念之后 想必是无法认同幕府的形式风格 我相信这才是他才刚刚获得幕府唯以重任 却又谨慎地保持距离 甚至渐行渐远的原因 当然在此时由于西乡戴罪立功 名正天下 当他荣归落岛之时 就在小松带刀的牵线之下 迎娶了凡内家老做书役的女儿 一托 狮子 这算是西乡有记录的第三任太太 而狮子只是再婚 他为西乡产下了三子 日后也先后养育 从岛上接回来的菊四郎和菊草 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女性 而从他晚年留下的相片来看 是一位相当清秀的女士 很多年后当西乡被平反 明治政府为他在上野公园建立同像的时候 参与典礼的狮子 一直对西乡重道说 这不像我先生 而这段情节 也被作为大和剧西乡店的开场 但至于到底哪里不像 狮子也没有说明白 又为西乡的容貌增添了一个谜团 此时的西乡 三十七岁和大九宝利通 频繁的往来于京都和路尔岛 而由于过去被认为是最拥戴天皇的常州 因为禁门之变而失势 幕府意图杀鸡儆猴 也算是警告西方雄返 而萨摩感到存亡此寒 反而为了维护常州而积极秘密的斡旋 也就在此时 原本作为圣海州代理人的版本龙马 开始有了自己的行动和主张 并且和西乡建立了不错的友谊关系 还曾与西乡共同前往萨摩的家中做客 也和小松带刀熟识起来 说到这位小松带刀 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贤才 可惜也是因年找逝 日后被称为幻之宰相 另外还有一位志士 也是必须提到的 那就是龙马的同乡 日后的陆园队长 也大约是在这个时期 开始秘密推动萨长同盟 一般都将萨长同盟归功于龙马 但近年来 中刚的历史地位日渐被重视 若是没有他和长州志士们 多年的过命交情 光平龙马是无法完成的 经过了半年多的奔走跟协调之后 1866年2月 去考证是在京都的小松带刀载笛 西乡龙圣和贵小五郎分别代表 萨摩和长州凡签订了 萨长同盟的六条密约 贵小五郎并且要求龙马在副本的背面 签名画押作为见证人 原本是可喜可贺之事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被幕府盯上的龙马 随即在福建四田屋遭到袭击 险些丧命 西乡下定萨摩凡底出兵 将伤重的龙马救回来保护 之后还护送他和妻子阿龙 到鹿尔岛去养伤 而这段情节呢 我都写在龙马之旅书中 欢迎大家买来阅读 呃...偶尔也是要为自己业配一下吧 其后幕府依然下令 要第二次讨伐长州 但已经有密约的西乡 当然就留了一首 再加上长州方面 有高山静坐领导的骑兵队 以及斩鹿头角的天才参谋 大村义次郎双双将幕府击败 在此紧要关头 年轻的将军得穿家帽 却又在大阪城病死 只能说人事与天命 皆不在幕府这一方 只好休兵 几个月之后 坚持攘仪的孝明天皇也逝世 幕府的局势再度翻过了一页 即将迈向最后的篇章 原本我谈到西乡龙盛 或者说西乡家与台湾的渊源 打算一集把它讲完 后来又考虑分成上中下 但只要一谈起我熟悉的幕末 那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然无论如何 我还是会尽力在下集做一个完结 至于许多朋友留言 说想要知道新选主 土方翠山 还有慧金凡等等的故事 其实在去年出版了《龙马之旅》之后 原本就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幕府观点的另一个幕末 那这就等到以后慢慢实现吧 如果各位还想听哪些木末人物的故事 都非常欢迎留言给我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 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